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今天講另一個題目 是關於科普的 是什麼呢?就是5G 最近應該經常聽到人說5G 大家都知道現在電話用4G 為什麼經常說5G好像很厲害呢? 為什麼美國好像一定要打低華為 應該說是打低中國 讓他不可以發展到自己的5G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5G有多厲害呢? 我今天試用一些比較靈魂的方法 比較容易明白的意思去解釋它 大家看完之後就會明白5G有多厲害 有多重要 為什麼中美似乎是借貿易戰 其實為了要打未來5G的年代 好了,就開始了 首先大家都知道 其實1G、2G發展到將來的5G 其實全部都在頻率上搞來搞去 通訊主要分兩種 有分有線和無線 有線很明顯是銅線 光纖那些是有線 無線 當然是在空氣中傳播的訊息 無線 我們手機用的當然是無線的方法 而一條光纖 你可以看到很多照片 就是這樣 光纖在外面包著一個 就是一個 補充 一大堆的光纖 就組成一大條光纖電纜 有時大家在街上 看到有些工作人員 鋪在地上 補充 開蓋 然後拉一些 一大條的線 就是這些光纖線 其實是靠一粒粒的光纖電纜 在地底下通訊 更厲害的是 國同國之間 就是在海底電纜 在海底鋪一些粗的線 而光纖 大家要先知道一個速度 其實跟電腦一樣 多少Mb 多少Gb 多少T 1,000Mb 就等於 1,000Gb 1T 就等於1,000Gb 就是這樣分 而速度 是用Bps 計算 每秒鐘 行多少 這樣計算 這就是Gb的速度 所以T 應該已經去到很厲害了 光纖 其實理論值 應該去到26T 那麼高 但是 無線 就不一定做到那麼高速 大家都明白 始終無線 一定不會夠有線快 雖然香港 電信公司 有些公司 4G 去到600Mb 但是 這個只是 拒吹 實際上 很多評測 都發現 香港平均網速 都只是去到17 18 都不到 即是17 18 所以 你看回 無線 是 跟有線 是沒有得比的 有線 剛才說光纖 的理論值是去到26 你看看 一脫一脫都不知道 多少倍 那麼多 所以就出現了5G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5G 可以突破這個樽鏡 一會兒之後就會講解 5G強勁的地方 在哪裡 它可以做到 是點對點傳輸 將來是超級快的 將來 而 無線通訊 其實是利用電磁波來進行 這個應該大家明白 電磁波 主要是分電波和光波 而我們主要現在 都是用電波來做通訊 雖然現在有些研究 已經用光波來通訊 這是後話 現在說回電波 而電波之中 不同的頻率 是有不同的用途 都明白 所以為什麼政府會界定 哪個頻率是有什麼用途 譬如有些是航運用 有些是民用 有些是禁止用的 因為是軍用 這樣 是用frequency來解開它 1G去到4G 其實使用的電波頻率 是越來越高的 而電波頻率 越高是會怎樣 它資料放進去就越多 就像你的衣櫃一樣 由一個小衣櫃 去到一個中衣櫃 去到一個大衣櫃 去到一個大衣櫃 那就是頻率越高 它裝的data 進去就越多 速度也是更加快 這個應該很容易明白 而5G它的頻率範圍 分兩種 就是FR1和FR2 一個就是在6GB以下 一個就是24GHz以上 這樣分的 現在大家在測試中 多數都是在28GHz左右 即是28GHz左右 如果明白了這裡以上的東西 可以進入下一步 就是要學一個物理的方法 這個方法 就是C等於V乘Lambda 光速等於波長乘頻率 大家在中學學Physics 應該都學過這些東西 開始計算一下數 我們如果想知道波長是多少 即是光速除耳頻率 光速是一個定數 Constant 再除現在用的頻率 就是28GHz 得出來的波長是多少 即5G用的波長 就會是10.7mm mm即是毫米 所以為何經常都說 5G用毫米波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波長相對很小 明了這條方法之後 亦都知道頻率越高 波長是越短 因為是成反比 根據一條公式 而傳送力 亦都會接近用直線來傳播 因為它擾射能力是低的 所以需減率亦是高的 就好像激光 你見激光射出去 因為激光波長是更小 用Nm來計算 它差不多是直線傳送 只要在中間傳送之中 有什麼左隔 譬如有些圓左隔 它其實就已經過不了 同樣道理 5G這個毫米波 其實一樣是 它是擾射能力差 是要直線傳播的 這個就帶出5G有個弱點 就是它要給 因為它直線傳送 所以要給4G的基站要多 基站多當然就代表你投資的錢要多 所以為什麼電信公司 要建5G站 就財力一定要夠 為什麼華為會被人打呢 為什麼華為發明的5G基站這麼正 就是因為它可以配合4G基站 令到你減低了5G基站數目 所以它是有強項的 你看到非洲很多地方都在用 即將會用 應該說 說回5G基站 其實是有分兩種 有叫微基站 或者是橫基站兩種 按字面解釋都明白 微一小都橫 即是大 橫基站是很大的 微基站是小型的 橫基站大成怎樣 就像這個一樣 一枝塔很高 它可以射到很遠 通常在空曠地方就會見到 另外 微基站就像這樣 一個像無線喇叭 微型喇叭 在室內就會見到 這樣的微基站 而譬如有些再細一點 就微型版 就像一個 喇叭仔 掛在天花板 這個是再細一點 通常是室內用的 就是這幾種 大家明白了 通訊頻率越來越高 波長會越來越短 而天線亦會跟著變短 之後 就帶出了 因為天線短 跟近時我們第一代 譬如大哥大 你會見到天線 永遠都是很長的 距離出來 老遠都會見到 大哥大的天線 外老的天線 去到5G年代 因為天線相對不需要這麼短 因為跟波長有關係 天線很小 很小 帶出了一個很厲害 5G很厲害的 就是MIMO 多入多出 它能夠同一時間 因為天線很短 所以一個手機 可以放到很多天線 而那條天線 可以令到它 可以同一時間 很多東西入 很多東西出 將來物聯網 將來物聯網 依賴5G很重要 因為它跟物件和物件之間 可以互相溝通 不再需要浪費寬頻 在發射塔射下來 它只要下一個指令 你的雪櫃也好 手機也好 你之間 手機和雪櫃之間 可以直接做互溝通 這個再深入一點 遲些再跟大家介紹 今次最緊要 就是想大家明白 5G其實基本的原理是怎樣 為什麼這麼重要 為什麼未來的世界 很需要5G 而帶出來 為什麼 美國一定要打低中國 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5G 5G 中國發展得太厲害了 已經有些官員說 其實美國的技術 已經追不到5G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新聞 其實中國手機 譬如華為已經出到5G 有5G手機 已經出產了 Samsung 又 但Apple從來沒有說過 Apple似乎還未準備好 所以你看到 其實這個科技戰 打得越來越精彩 大家是 大家做一拳又一拳 將會 將會 2019年 會有很多事情 在這方面 今天 5G 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這樣講解完 就明白 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告訴我 或者想知道什麼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 Like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